沙發市因應疫情而實施的禁止迫遷令將會在明天結束 有住客權益組織就預測迫遷令人數將會上升 武浩然報道 就算迫遷令令完結了 也不代表我們住客沒有任何的保護 華協中心的房屋輔導員馮朗書說 禁迫遷令結束並不代表租客立即要流離失所 她說業主要迫遷仍然需要先給予租客通知 她說禁迫遷令實施一段時間 預測明天過後遷到迫遷的人數會有所上升 這個期間因為都有很多欠租的案件在三藩市出現 我們都盡我們的所能 之前也是有加州的租金援助計劃 那時候有幫很多租客申請 而三藩市的租金援助計劃都有幫很多租客申請 但是畢竟市府的資源很有限 也有很多租客不合乎條件去申請這個租金援助 所以我們都預計到會有案件的上升 她重新租客有任何欠租的情況才不需要恐慌 可以尋求住客權益或者是法律機構的協助 因為未必一收到信就要即時搬走 市府目前仍然有提供租金援助 有需要市民可以去到sferap.com了解 而華協中心也有職員協助合資格的市民申請 26台記者無好言報導